岁末年中大扫除的时候 不少人都会把不要的物品当作是垃圾丢掉 而垃圾里头还夹杂着资源回收物 造成清洁队员受孕困扰 市长吴嘉贤13号特别前往视察了 清洁队员执行资源回收物破贷细分类工作 看到队员们很辛苦 除了呼吁民众垃圾减量做好分类 也提醒民众不要把污秽物还有危险物品夹杂在资源回收物里头 以免危害到清洁队员的健康 像座山一般高的垃圾 这只是花莲市收运一次的资源回收量 一旦到了连续假日或者是农历春节 垃圾量又是倍数暴增 花莲市清洁队每天要派遣15个人力 将20吨的资源回收物做细项分类 市长吴嘉贤13号上午特别前往清洁队 来视察队员们的分类工作 同时他也呼吁民众 除了做好垃圾分类 也要尽量减少垃圾量 并且不要把污秽物和危险的物品夹杂在垃圾当中 以免对清洁队员造成危害 那在资源回收的过程里面 可以看到我们清洁队员 每天要从18公吨的垃圾里面 去做一个筛选 筛选出纸类可以回收的一些铁器 跟回收的物品 可以说是相当相当辛苦 那过去也发生说 有人把尿液装在回收罐里面 丢到回收的一个垃圾车里面去 让这些清洁队员真的非常非常辛苦 那有时候尿液建出来 造成他们全身都是一些非常恶臭的一个问题 那我拜托我们所有的相信朋友们 要体恤清洁队员的辛劳 你可以看到说 每一个清洁队员从垃圾的垃圾里面 一个一个挑出来可以回收的过程里面 是很辛苦的 那我们有众的期盼 从我们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个人里面做好垃圾的分类 那在你丢垃圾的时候 可以把垃圾的相关如果说饮料的 能够稍微清洗一下 再丢到回收的部分 可以减少他们一些作业的一个时间 清洁队长吴庆展现场说明的筛选过程 也表示随着国家清洁周即将到来 垃圾量预期会增加更多 恐怕还会夹杂着不少资源回收物品 那我们资源回收的部分 平常的量就已经到高达15到18吨每天 那到联系教育的时候 就会高达到21 22吨 甚至前一阵子还增加到25吨 那我想这样的量来处理是很辛苦的 那我们清洁队员当然我们责务旁贷 一定会把事情做好 那现在国家清洁周还有农历年到了 这边要特别呼吁 就是说尤其是过年期间 我们的厨余 厨余的量会增加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都吃多少买多少 虽然是过年一般来讲都会采购更多的年货 那假如说不需要买到那么多 我们就尽量不要买那么多 华联市国家情节周2月1号起到2月7号一连七天 大宗废弃物收运时间从1月29号到2月5号 由各联合礼来办理 整个清运的时间表已经为请礼干事发送到各个家户 请民众特别注意 这里会换事报道